台中市南区新荣里曾是陆军战车基地的旧址 而原本的新荣公园土地被军方收回后 公园内的战车被移至大理区 而地方明代表示 明明南区复兴路上就有一处战机处纪念广场 占地约3000坪 而建议市府相关单位能够考量到地方人文历史背景 将战车迁回 让战机处纪念广场更名副其实 一眼望去宽广的草地和平坦的休闲广场 还有珍贵老树 在都市里相当难得 但不说你可能不知道 这里是南区的战机处纪念广场 就少了两台战车 对啊 就放了两台战车就比较醒目 像现在这样空空的 觉得蛮浪费的 那我们当然会希望这边变成战车公园的原因是说 因为原本这里就是国防部战机处的土地 那你看他现在连什么标示都没有 那甚至连那个战牌都写说是公共资讯图书馆 那其实没有办法图现我们这里 或者是我们这里当地的特色 那既然叫战机处纪念广场 我却在整个的四周中看不到任何的告示跟立牌 除此之外 其实我们觉得大家都知道 新荣里是整个南区里面 唯一一处曾经有过两座战车 在公园里面有一个告示跟大家玩耍的地方 却是因为国防部的土地交易的原因 现在那两台战车被迫流连到搬迁到 那个大理的屠城公园 南区新荣里是陆军战车基地的旧址 但几年前新荣公园土地被军方收回 里头的战车被移到大理 由地方名代就表示 明明附近的复兴路上就有一处战机处纪念广场 考量当地人文历史应该把战车迁回 让民众更了解在地文化 其实我们是希望由市政府跟国防部去协调 不论是把旧的战车移过来 或者是新的造费战车迁过来这边 让他真的能够做更多的战车的简介 做他不一样的特色 让南区的民众过来就可以了解 这边以前曾经有战车修备场的历史 对此建设局回应战机处纪念广场 是国防部的土地 目前由建设局申请代管做绿美花使用 是否把战车迁回建议评估后再做考量 记者张伟林台中采访报导 是一直需要跟念能一 vallahi 他将馀消灭 闭